今天早上那兩條 我們還差一個尾 今天早上那一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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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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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保障国民青海通行权益 预防和减少海洋灾害 并促进海洋产业发展与海域永续利用 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 一海域指中华民国领海外界线向路一侧 至一海岸管理法划定之近岸海域兼之水体上空海船 海床及地土 二海域功能区化 以海洋自然条件状况自然资源分布 社会发展需求与国家安全需要为考量基础 将海域中条件相似功能相同的区域化为同一功能区 以指导海域使用方向达成保育发展等目的 第三条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海洋委员会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第四条中央主管机关应办理下列事项 一海域管理白皮书之拟定 二海域功能区化之划设 三全国海域管理计划之拟定公告变更及实施 四海域使用许可 五违反本法行为之取缔搜证及移送 六其他海域管理事项 第五条中央主管机关应进行海域长期之基础调查研究 对海域资源环境射精及使用状况实施调查监测和管理 并应建立海域管理资料库 并以主动公开为原则 供海域及海岸相关规划研究教育及宣导诊之运用 并应定期更新资料及发布海域管理白皮书 前项海域管理资料库所需海域资料库除涉及国家安全者外 各有关机关、国内大学及研究机构应配合提供必要之资料 中央主管机关并得会商有关机关设置必要之策站或设施 并整合推动维护管理事宜 第二项资讯之收集、管理、运用及供应等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有关机关定制 第二章海域功能区划与全国海域管理计划 第六条 中央主管机关因会商直辖市、县市政府及有关机关 依据海域资源条件及实际用海需要 就海洋保护、渔业作业、港口航运、观光油气、能矿资源、文化资产、传统海域、灾害防护、工程用海、特殊用海、海洋富裕及其他使用等类别 进行海域功能区划 纳入全国海域管理计划 前项海域功能区划应依下列原则弥定 一、尊重生态系统为基础之决策模式 依据海域区为自然资源生态系统、海洋环境等自然属性 经调查研究以科学方式确定海域功能 二、通盘考虑社经发展、能矿开发、公众清水、文化资产保存 原住民族传统文化与现有权益保障之需要 审慎与统合规划不同使用之区划用海 三、长期规划保护、改善、富裕与管理海洋生态环境 确保海域永续利用并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四、调查研究海域风险区域 分级管理并维护海域使用及海上航行安全 五、促进公共福祉保障国防安全及军事用海需要 第七条 中央主管机关应一定全国海域管理计划 其计划内容应包括下列事项 一、海域范围及计划年期 二、国家海域永续利用之议题原则与对策 三、海域使用现况与需求之调查及分析 四、海洋保护区域之整合规划 五、海域功能区划及其各分区保护富裕利用 净宪制行为维护管理之规定 六、其他相关事项 第八条 前条全国海域管理计划之拟定 应邀及学者、专家、相关部会、民间团体等举办座谈会 或其他适当方法征询意见 作成记录并聘聘派学者、专家、机关及民间团体代表 以合议方式审议 其学者、专家及民间团体之代表人数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全国海域管理计划报请行政院核定后 公告实施其变更时一同 全国海域管理计划拟定后 于依前项规定送审议前 应公开展览30日及举行公听会 并将公开展览及公听会之日期及地点 登载于政府公报、新闻纸及网记网络 或以其他适当方法广泛周知 任何人民或团体得于公开展览期间内 以书面载明姓名或名称及地址 向中央主管机关提出意见并同审议 前向审议之进度 结果成行意见参采行情及其他有关资讯 应以网记网络或登载于政府公报等 其他适当方法广泛周知 全国海域管理计划核定后 中央主管机关应于接到核定公文之日期 30天内公告实施 第三章海域使用许可 第九条海域属于国家所有 任何机关购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 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海域 申请人为使用海域 应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认定 是否符合海域功能区划之使用许可 前向适用条件申请程序 许可条件申请文件之格式内容 期限废纸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十条海域之使用 中央主管机关应建立海域使用费制度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免征海域使用费 一国防用海 二公寓性海域交通设施用海 三非盈利性休闲油气设施用海 四教学科研防灾减灾 海域收救等公寓事业用海 五原住民依传统方式使用 不改变自然属性之传统海域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下列用海 由中央主管机关 会商相关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后 得免征或减征 减免一部或全部之海域使用费 一公用设施用海 二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用海 三养殖用海 前二项海域使用费之收费对象 标准管理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一项海域使用费征收 与海岸管理法之近海海域准用之 第十一条 海域内重来之状况使用 对海域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 或有重大影响之余者 主管机关应命开发或经营单位 及使用人限期改善 并复制其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但因故无法发现海域开发 或经营单位使用人时 得命权利关系人 所有权人或管理人限期改善 必要时得辅导转座相容之使用 前向海域使用 借其未改善或未转座相容使用 而违反本法相关规定 致海域生态环境破坏者 除应以本法规定处罚外 必应实施冲击减轻或负益措施 其相关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二条 海域使用权人 因依核准海域使用计划使用 不得擅自改变或转让 并有依法保护或和合理使用海域之一物 海域使用权人对不妨碍其依法使用海域之 非排大性用海活动不得阻挠 第十三条 海域使用权人于核准使用海域期间 非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 不得从事海洋基础测绘 海域使用权人 发现所使用海域之自然资源 与自然属性发生重大变化时 应立即向中央主管机关报告 第十四条 海域使用权限届满 海域使用权人需继续使用海域者 应致辞于期限届满前三个月 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攒期 除为公共利益或国家安全 需收回海域使用权者外 得准攒期 并依法缴纳海域使用费 海域使用权期满前 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者 应给予合理之补偿 第十五条 海域使用权限届满 未申请攒期 或者申请攒期 以未或许可者 海域使用权宗旨 海域使用权宗旨后 原海域使用权人 应于三个月内 拆除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 或者影响其他用海之设施 或构筑物 第十六条 海域使用权制移转 应已书面 并依下列规定 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 1. 应继承而移转者 由继承人申请 2. 应让由移转者 由受让人及海域使用权人 共同申请 3. 应强制执行而移转者 由在权人申请 4. 应信托而移转者 由受托人及海域使用权人 共同申请 5. 应企业合并合力或合资 合作经营而变干者 由变干前后海域使用权人 共同申请 海域使用权移转时 其移转前海域使用权人 关于该海域使用权权利益 亦随同移转 第17条 海域使用权发生争议时 当事人无法协商解决者 得以相关法令申请调解 或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海域使用权争议解决前 任何一方不得改变海域现况 与自然属性 第18条 为调查规划海域使用 中央主管机关得为下列行为 1.派员实施海域调查勘测 2.要求海域使用者提供相关文件与说明 3.拆迁有外国家 全国海域管理计划实施之 既有合法设施或改良物 4.为强化渔业资源保育 或海域保护 协调渔业主管机关 依渔业法规定 变更废止 渔业权之核准停止 渔业权之行驶或限制渔业行为 5.协调矿业或土石采取主管机关 予以设定矿区或以核准之土石区 依规定划定禁采区 禁止采矿或采取土石 选项第一款调查或 勘测人员进入海域调查或勘测时 应出示执行职务有关之证明文件 或显示足之辨别标志 海域管理人或使用人 不得规避拒绝或妨碍 于进入设有违葬之海域或设施 调查或勘测前 应于7日前通知其所有人 占友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应定向行为自受损失者 主管机关应给予适当之补偿 前向补偿金之金额或方式 由双方协议之 协议不成者由中央主管机关核定 但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 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中央主管机关对于海域生态保育 西地富裕 环境保护 资源培育 文化资产保存 规划管理 永续利用科学研究 及教育宣导等基优者 应定期评选 给予奖励或表扬 第二十条 中央主管机关会执行 海域管理相关事项 得成立海域管理基金 其来源如下 一海域使用费收入 二政府机关循预算程序之拨款 三基金支席收入 四受证收入 五其他收入 第二十一条 海域管理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海域研究 调查规划监测相关费用 二海域管理资料库制 维护更新费用 三海域管环境清理维护 四海域保育及富裕补助 五海域保育及富裕奖励 六海域环境交易解说创创作及推广 七海域保育国际交流合作 八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有关海域管理之费用 第五章罚则 第二十二条 违反第九条第二项规定 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或 未依规定 未依许可内容使用海域者 处新台币六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罚还 并令其限期改善或回复原状 借其未遵从者得暗次处罚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出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一百万元罚金 一违反第十一条规定 借其未改善或未转座相容使用 至海域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冲击 二违反第十二条规定 三次变更经核定至海域用途者 三违反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 改变海域现状与自然属性者 四已不实资料登载取得海域使用权者 五非法占用海域者 因第一项行为致酿灾害者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六百万元以下罚金 第二十四条 违反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者 未经许可从事海洋基础撤会者 处一年以上以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六十万元以下罚金 违反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者 海域发生重大变化未立及报告者 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之罚还 第二十五条 违反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 未申请斩期或申请斩期 未获许可者 或违反第十六条规定 未申请许可者 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 十五万元以下罚还 并令其限期完成申请 借其未遵从者得暗示处罚 违反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 未拆除设施或结构物者 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罚还 并令其限期改善或回复原状 借其未遵从者得暗示处罚 第二十六条 规避拒绝或妨碍 第十八条第二项调查或勘测者 处新台币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之罚还 并得暗示处罚及强制检查 第二章负责 第二十七条 中央主管机关应于本法施行后两年内 公告实施全国海域管理计划 第二十八条 全国海域管理计划 海域功能区化及相关机关执行 有意义时 都由主管机关协调 协调不成使由主管机关报请 上级机关决定之 第二十九条 本法施行细则 由中央主管定之 第三十条 为促使国民事业及各级政府认识海洋 经济海洋 保护海洋及永续使用海洋 中央主管机关应订定海洋日 每年责定一周 配合举办海洋教育宣导之相关活动 第三十二条 本法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制宣读完毕 好 谢谢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国度交法的部分 在礼拜三再进行宣读跟处理 所以现在我们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跟第二案 那么有关于原住民族基本法 增定第二条之一 几件增定第二十条之一 我们现在先读学商的结论 先读学商结论 原住民族基本法 增定第二条之一 条文如下 为促进原住民族部落健全自主发展 部落音设部落会议 部落经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核定者 为公法人 部落之核定 组织部落会议之组成 决议程序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制 增定第二十条之一 保留 宣读完毕 原住民族基本法 来请 郑天才委员 是那个我们先第二条之一的先 先这个给他确定之后 那个二十条之一 我再跟段委员再讨论一下 马上好 好 我们先处理第二十条之一 原住民族 第二条之一 对不起 原住民族基本法 增定第二条之一条文 审查完毕 你据审查报告 提报院会讨论 本案要不要经过党团协商 不需经过党团协商 不需 那么推一位委员在院会讨论 本案时做补充说明 是本席 求招委员在院会讨论时 做补充说明 那么现在就继续讨论 原住民族基本法 增定第二十条之一的部分 对 我再次的一个说明 这个二十条之一的 最主要是因为 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 在九十四年 二月公布施行之后 这个按照二十条 第二十条 就要制定这个原住民族 土地及海域法 而这个草案 历经 现在已经超过十年了 那历经两个政党 这个民进党跟国民党的执政 而我本人过去 因为是在严明会服务 也亲自负责过这个 草案法案的一个协商 相关的部会 以及相关的这些行政院的一个过程 花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好不容易送到立法院 这个当时立法院还是没有办法去完成 那这次也送来了立法院 看起来这个会期也很难完成 所以本来这个依照法治的话 当然这个第二十条之一 现在的这个草案 是有斟酌之处了 是没有错 但是如果我们放眼看 从九十四年到现在一百零四年 马上又要一百零五年 就要迈入第十一年 第十二年这样的一个这么长的过程来讲 恐怕未来的四年也很难把土海法能够完成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把它考量这些比较多的因素之后 是不是我们能够先就 这个现在的第二十条之一 就让它上路 让它上路就不要再协商了 因为基本上 它就是要去解决现在这十多年的一个困境 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支持 以上 好 那代委员有没有意见 还是要请原文会来先做说明 原文会的意见怎么样 请副主委来说明一下 的确涂海法陈如刚正委所提到的 其实实际上在立法的过程中 大概有五次报行政院 十七次的话部会协商 一次交点座谈 那我们在今年的七月份 就送到大院来做审议 那目前有关原住民保留地有26万公顷 那还是说目前26万公顷里面 大概有两万多公顷是属于增化边 都是属于在平地地区的花莲台东地区 那目前这个问题都存在着 所以针对委员的提案的部分 我们在7月17号所送的 涂海法草案里面 也有相类似这样的条文 所以针对委员的提案部分 我们表示尊重 那个未来资料 要照尾修正一下图管处 那个 事实上不是只有 这个增化边 像早期增化边 像马家乡 那个都在平地 那个都在平地 很多乡包括你那个乡 很多都在平地 都是增化 都是保留地 早期的增 早期的保留地 被化设的 也不是在山坡地 不是在山坡地 很多都在平地 马家乡好几个 像太武像那个 都在平地 不是吗 南河不是在平地吗 那都不是山坡地保育期 所以这个不止 所以你不要 以后不能讲说 只有两万多公顷 事实上大部分很多 尤其是千村之后 千村之后 那个平地都是保留地 都不是在 不是在山坡地保育期 各位包括大概五六十年 因为灾害为其他因素 签出的 大概也都是签到平地 没有错 这是事实 董卫人姐 这个状况其实 讲起来其实 心情也很矛盾 因为一方面 以现在的状况来看 图案法要通过 不要说送到立法院 要离开行政院都遥遥无期 那如果不能在理想跟现实中 再重新找一个平衡点的话 就是还是会这样 已经来了吗 就是说还是一样会出问题 就是说你这样 你说在文在立法院在什么 你会因为牵涉的利益太大 然后呢 这个传统领域的范围 这个我恐怕没有一个地方政府 敢去接受这样的一个 这个规范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 只有一个 理想的东西在那边 可是呢我们 不敢诚实的去面对 然后呢 只有想办法在现有的条文里面 这边补一块 那边补一块 我觉得受害最大的 还是援助民族 因为有一个大饼化在那边 可是吃不到 所以但是呢 我知道政委员讲的是有道理 那你现在怎么办 我本来的意见是说 你把现在的管理办法 把它提升位阶 把它变成法律 那么涂埃法如果可以通过之后 这个法律就失效 可是也的确是同样的状况 他就是在一个暂时性的状况之下 先去解决眼前的问题 那所以对我来说我也 你说如果不这样做 可以怎么做 好像也找不到一个 真的很适合的办法 可是你说要在 基本法里面 去定一个暂时的 暂行性的一个条文 这个我也没办法说服我自己 说去支持这样的 这个处理方式 所以呢 怎么办呢 我也不晓得怎么办 两难 这样子了 我想我们这个议题 再一次 原住民族的相关的问题 确实他有他一个 没有办法用一般基本的常态 来去看待 所以有时候会 所谓的 这个特殊的问题 特殊的事情 要特殊的方式去处理 这个是李登辉前总统在 刚刚上任总统的时候 那时候 什么法律都还没有 那时候 他就一句话 一个原则就是 特殊的 就是特殊的方式去处理 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这样 是不是能够免为其难的 免为其难的 让他上路 以上 我想我们这个议题 都讨论了蛮多的了 那我们已经处理到第二条之一 那第二条之一呢 因为涉及到刚刚段委员 或者是李委员早上在谈了 因为这个部分呢 是在基本法里面 适不适合 放一个临时性的 暂时性的措施 那当然我们也了解到 这个现在 涂海法呢 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处理 是不是我们把这个问题呢 交付到草野协商 如果协商各党派 大家都可以支持 那就处理完了 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同意这样子 我们这个问题呢 就到讨论到这边为止 然后我们就交付这个草野协商 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 三波利保育利用条例的部分 所以可能行政院这边也要再 跟大家再进一步的讨论 是不是可以同意这样子的处理 好 对好不好 我想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是不是 单位我们就交付草野协商好不好 好 如果可以我就来宣布 我们今天的这个协商的结论 原住民族基本法 增订第20条之一条文 审查完均 拟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本案需经党团协商 那么到时候呢 我们对一位委员做补充说明 那就由本委员 本席来做补充说明 好不好 好 然后这两个案子我们就处理完 我们继续在协商处理警官房 原委会副主委就可以先离席了 好 谢谢你 那我们再请内政部的这个几个首长们 都到前面来 早上我们进行到第二条 到那个第二项 第二项的第二款 第一项的第一 第六幕的时候呢 我们有讨论到重要警官地区 就在跨域的时候 但是未来呢 很难说有没有可能变成有国家级 但是未来维护管理的部分 是不是中央也有 一个 这个机制在那边 也可以有一个机会的 可能会进行管理 如果是的话呢 就把管理放在那边 可不可以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就第六幕呢 我们早上的文字是改成 跨域 跨越 跨越 二 直辖市 县市 行政区以上 重要警官地区是 调查 研究 划定 审议 核定 集督导 但是那个集 我们就改成顿号 集管理 可不可以这样子 就留一个 留一条这个机制在那边 以后再说 可不可以这样子 主席报告 最主要就是中央为什么 因为没有这个 指管的单位 那没有指管单位 譬如说这个地方刚好 譬如说离 我们内政部或 营界署很远的时候 那有一旦有 相关的违规 违法 没办法去实场去巡逻 然后开单 开罚单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那所以还是由县市 或是指甲县市政府 来直接管 那我们督导它 这个随时注意 这可能还是 当时的考量是这样子 在我们 在初审会议的时候 我们都有讨论 在第三条 把它变成附带决议 就是未来 你主管机关可能 包括你中央主管机关 可能为了这个 推断警官事务 你会成立一个 专责的机构 去维护管理 这里面就有管理 而且我们把它列入附带决议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也许现在不一定说 那个东西是要你去维护管理 可是万一将来有一个 国家级的成立的时候 因为署里面早上的回应 也不排除 不排除 假设这种状况之下 你把那个管理放在那边 你还是有这个职权可以行使的空间 这样可不可以 我想那个是以后的事情 也没有说你现在就是要去维护管理 基本上维护管理是地方政府 因为我们的整个机制的设计 是在地方政府 如果可以 我们就把它那个都岛改成 集都岛后面 集都岛改成顿号都岛集管理 这样我们就处理完了 可以吗 就是留一个这个将来 你可能会成立分级管理的时候的一个机制 因为后面第六条就是有谈到这个 我是不是可以建议 就是说在第七条的时候 加一个委托管理 就是说中央有在画这个地区的重要情况 那后面那个条款里面 第七条里面来考量说 必要说可以委托管理 可以啊 但是那个前面 前面你可以自己管理 也可以委托管理 但是就是说有一个空间在那边 就是保留一个弹性 这样可不可以 好如果可以我们就这样子确定 那么瓜湖六呢 改成跨越二直辖市顿号 县市行政区以上 重要警官地区之调查顿号 研究顿号 划定顿号 审议顿号 核定顿号 督导集管理 好不好 那在刚才所长的意见 在后面再继续再处理 那在第三条 我们已经改成这个附带决议了 所以这个调刺呢 等于要在最后再授权 我们这个议事人员 跟书里面的这个同仁 一起再检视一下 重新再排这个顺序 那第三条 请问各位 各位人还有各机关的这个意见 第三条 我们是在初审会是通过的 各位有没有意见 好 不好意思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景观的定义 就是我们讲 人文景观 自然与人文景观 包括自然生态景观 人为环境景观 及生活文化景观 对于这个景观的定义 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因为我和这个名词 我没有办法了解 说这分别指的是什么东西 譬如说 人为环境景观 跟生活文化景观 这中间怎么去区别 或者去定这样的一个 定义的目的是什么 能不能说明一下 大概这样子 跟道委员 大概说明一下 这个景观当然 依照现在的国际的 普通用词 当然就分为 一个是有形 一个是无形 自然跟人文其实都一样 那么人为环境的 跟生活文化 可能就是在这里 人为环境大概就是指的 譬如说建筑师所建造的 建筑物 等等的这些比较有形 生活文化 可能就比较属于一种无形的 可能报案无形的这些 那当然也包括一些 我们的文化习俗 看得到的 或者是 也许就是不一定看得到的 等等这个大概这样 那我们这两个比较差别的 就是人为环境是指 大概是像 这个我们工程师 或是建筑师等所造的 这种人为环境 那么生活文化 就是我刚才说的 比较还包括一些无形的 这种生活 这个文化习俗的这种景观 那这个部分在国际界 其实都 大部分现在也都是这样定义 那我以上这样说明 我为什么要问呢 就是说 我们 我们现在要定的就是 最大的影响是在这个 重要景观地区 就是底下这个 也就是什么样的景观 会被指定为重要景观地区 那 如果 因为这里面的想象空间很大 比如说生活文化景观 一个夜市 也是生活文化景观 它可能没有任何的建筑物 那如果我们把这种 也把它放进去 它有可能会变成 重要的景观地区的话 这变成说 影响就会 就会很广 就会很广 那我们到底是 要把 除了自然 跟建筑物之外的 人的活动 也列入这个景观 也列入这个法的 这个规范范围的话 我有点担心 这个 这堪了 就把它不得了 会不会变成一个 我举个例子好了 好比说青年公园 青年公园对附近的社区来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用途就是 在里面活动的人 每天早上在里面 唱歌 跳舞 运动 好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景观 是不是一个都市的景观 如果这个人的活动 也是一个都市的景观的话 那如果它在这个具有 非常重要的 社会学的意义 或者是 最社区的重要性的话 你未来有没有可能被引用 去作为 我也不晓得 就是反对都市开发的一个理由 或者是反对都市更新的一个理由 譬如说 未来如果假设要做都市更新 那 如果这个我们讲是 雨漏社区也好 或是一个带更新地区 它有时候同时 它也可能会有一些 在文化上的意义 古霞窟啊 即便是像 大同区的兰州国宅 这个 这个社区 状况不好 可是 地独靠对 对旧社区来说 它有一定的 叫做地标性的意义 这个地标性不是指的建筑物 而是指的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区 的人 或是那个地区的生活形态 那所以你如果把这个东西 把它放进去的话 我不晓得它 确实会是 什么样的一个执行的状况 你们在处理这个东西 脑子里面有没有想象过 这样的一个图像 有没有可能 去处理这个部分 这是我的疑问 要不要说明一下 这个市场景观 就包括两个部分 的确是 段文元关心的 除了自然的景观 也还包括人文的景观 人文的景观 包括生活文化的景观 的确是 有些地方是 重要的一个人为的活动 但是当时我们曾经有把 在这个所谓要划定 重要景观地区 这个法则是这样子了 一般的这个景观地区的 我们这个我们并没有 特别的去要求它 或者是限制它 而是说特别重要的景观地区 在一定规模的时候 那个部分 由主管机关来会同 相关这个 这个目的事业主管 以及这个相关的团体 来做这个界定 所以那个 它是有限缩它的范围 那有没有 署长要补充一下 对 刚刚段文讲 这个当然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那因此也就是说 不管是地方政府 或者是地方政府 真正的他认为 这是重要景观地区 要报给中央来 核定的时候 当然都会搞亮 这个一定会搞亮 比如说现在可能 举的比较具体的 比如说这个我们 对不起 我的意思是说 你把生活文化景观 它当然是一种景观 它当然是一个景观 只是这个东西是因为 是人的活动 那我自己的想象 当然我刚才 这个主席特别把 这个日本的景观法 说拿给我 这个做参考 可是对我来说 我会觉得 我们处理这个法案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后面 有可能衍生的问题 因为当你把这个部分 列进去 我们在想象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 什么样的困扰 会不会有 那你就会去处理 必须要去处理这个 当这个是一个 人的活动的重要的场域 或者一个空间 你会不会去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在 这个景观法处理这个部分吗 你所谓的景观 那个是一个 我们第一印象 你们都会认为说 它就是一个 一个这个 怎么讲呢 叫做 在这个空间里面的 不管是自然 或者是人为的 构造 或者所形成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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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空间的形象或影像 那这里面当然会有人 可是当人的活动 也变成这里面的一部分 它是刚好是在这个空间 做这样的活动 当这个活动 在这个空间里面 所做的这个活动 被要求被保护的时候 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好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过去这个 当然这个都要经过核定 这个被指定的这个过程 就会我相信我们也会有一些 这个处理 那只是说我们会 会不会去衍生出我们 没有去想到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 过去这个万华农山市对面的 这12号公园的预定地 那个万华市场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景观 虽然说破旧了 但是很多人在那边做交易 做活动 那那样的一个活动 会不会视为 可以视为一个时代的一个过程 它也可以被要求被保存 我不晓得主席来被我的意思 就是比如说一些市集 还有传统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其实都是构成一个 很重要当地的人文的地景 这个确实是应该 可以把它列入的 所以我们一般以为 景观只是说自然地景 就是物理方面的 这个地形地貌等等 但是人文的部分的确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是所谓的 要列入重要景观地区的时候 就要很小心 就是说你主管机关 跟相关主管机关 而且我们当时在各个工会 这个协商的时候 就特别加入 就是说相关的团体之间 要去共同来界定 主要是就怕单一 单独的这个主管机关 自我认定的时候 产生很多权益方面的一个影响 所以那个部分是有一个 大家共同商议的一个机制在那边 但是具体会不会变成 真的会变成一个困扰 这个我不知道 那 所以如果你们都想过了 这个我大概也没有其他的意见 另外就是 对不起我再提一点 就是 这个所谓的景观事物 第七 这样的一个名词 我自己读起来就觉得怪怪 这景观事物 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 它是景观相关事物 或者是景观事物 这个我来说明一下 当时我们在定这个景观事物的时候 业维言又想谈到说 是不是景观业务 但是很多的这个 技师们都觉得说 这个部分其实是以后 需要再进一步厘清 所以这个法里面 就不谈这个技师 什么人的部分 但是是纯粹从事物的这个角度 所以我们就参考了 像会计师 他叫会计事物 法律叫做律师事物 用这个事物的这个字眼 希望这个条里面 有出现景观事物吗 有没有 在其他的条 有就是在里面的话 用景观事物这个字眼 在后面去把它扣合 那么这个扣合的时候 就是纯粹是指这个 在规划面的部分 包括你在将来的生态保育 人文环境富裕等等 这些相关的工作 所以是把它规范在 全国的景观政策纲领 景观纲要计划 景观计划或者景观改善计划里面去 而没有特别去谈到 那个将来的景观业务的部分 因为业务的部分 就会涉及到将来什么 技师啊 什么这个景观师的这个权责 所以我们是做了一个折衷 是做这个折衷的结果 然后参考了会计师 这个律师的这个相关的法律用词 才会用这个景观事物这个字眼 就是避免这个各方的一个疑虑 或者是争议 那包括像我们第十九条呢 如果我们翻到那个第二十五页呢 就是有把景观事物把它扣合起来 所以这个部分呢 大概都是谈到这些 不管是保护或者富裕的一些调查 分析跟规划 因为很多技师们都谈到说 包括一些设计啊等等 都是他们的现在可以执行的业务嘛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得比较清楚的厘清 大概是这样子 就做了一个折衷的一个结果 好 那这个如果大家没有意见 那我们就第三条就通过 请看他第三条之一 这三条之一是我写的 因为我主要是参考日本的景观法 因为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认为说 如果这纯粹照行政院的这个草案 也就是说我们第三栏 五个人的这个修正动议呢 提出来他事实上是 没有看到那个景观规划 或者是景观计划的一个相关的精神 所以我们就把参考国外的这个资料呢 就把它补足 我们认为说 很多的法 包括我们现在的市立法 这个海岸法 或者是像温检法等等 都有一些国家的一个政策目标 主要是这个用意 所以第三条之一呢 是在政策性的一个宣示 就是国家未来的景观政策的理念 在这边把它表达出来 那个对策 刚刚早上段委员有提到的 具体对策 当然是由民间团体也曾经提过说 这个具体对策看起来比较 比较直接了 比较积极一点 当然如果说段委员认为说 是相关的这个政策 是符合我们现在的立法的体力 我也赞同 我也没有别的意见 就看我们行政机关的看法 你们营建署的意见怎么样 具体对策或者是相关的政策 你们觉得用什么 市长或是市长 要不要说明一下 就是一致就政策 对策当然是比较事务性 政策是比较整体性 相关政策 相关政策 大委员 这件 我觉得这个第三条之一 当然它有很多宣示性的文字 但是其实我们在警官法的第一条 就已经讲我们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法律 然后政府所有的作为 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那所以呢 在第三条又定一个 特别定一个第三条之一 后面定一个第三条之一 去讲这些宣示性的 我觉得法律其实就是代表政策 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为什么不准你这样做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 这就是我的价值 那这些价值 其实有一些是不言自明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法律里面 要不断的去提醒大家说 我为什么要定这个东西的话 比如说刑法为什么禁止这个杀人 为什么杀人要被处罚 这个不需要去解释 说我为什么不准你杀人 或我为什么不准你去强盗 抢劫财物 我不需要再去解释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还要再去解释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法律会变得很长 会变得太啰嗦 我知道这个招伟的这个用心是 希望能够标举这个价值 但是呢 我觉得除非是我们很明确的 因为本来就是要规定你要做什么 而不是告诉你说 不断的告诉你 反复跟你讲 我为什么要定这个 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处理这个法律 最好还是回到 这个每一个法条 都有它的具体的作用 用这个原则来处理 而不需要去用太多的宣誓性的 这个文字去提醒 不断提醒大家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定 我为什么要这样定 我建议是 这条啊 除非是 它有必要的 这个规范 否则其实我觉得 这个条文其实 应该看起来是 可以整个拿掉 这是我的建议 好 那庄委员 这个主席啊 我来呼应一下 庄委员的看法 其实我的看法 也几乎都一样 你这个 这一条来看起来 有点类似于 在谈那个价值啊 可是看起来又像是一个 在实物上运用 它是一个罪文啊 它应该是像 那一个条文里面 你要去呼应它 它应该再放在 立法理由里面啊 而不是把它又重新拉出一条 你的规范意义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看不出它 规范目的啊 规范什么 它只是在标示一个价值而已 所以这个 哪一些事物 根本就不会含涉到 这个法条里面进来 它是没有构成要件的啦 你说要定义的话 前面已经有定义性条文了 所以我感觉 这个是不是应该是 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条文会牵扯到 这些概念价值概念的 法案是放在立法里面 里面去说明 这是法案的提案说明 而不是法条 好 那么我们主管就要有没有理解 就是刚刚两位委员 庄委员跟段委员 如果是这样 我们是同意的 就是说 有必要的时候在 刚刚庄委员说的 在其他条文的时候 有必要再把这些相关的文字 放进去 来再加强一下 我们是尊重 这个其实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 政策性宣示的一个条文 的确是这样子啦 那 可以把它摆在说明也可以啦 第一条把这个整个部分 我们把它摆在说明 也是可以 那摆在文字里面只是说 看起来比较清楚 有点新的法嘛 有点教育的这个作用啦 当时特别把这个文字呢 摆进来 主要是希望说 他这个精神啊 能够标举的更清楚一点 但是如果说 与法的体力里面啊 大家觉得有点累赘 那么要把在这个说明栏 第一条的说明栏啊 是不是 比较简明一点 我想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见 当然 这是一个政策目标的 一个标局啦 政策理念的一个标局啦 那么其他两位委员是认为说 有点太长了啦 但是这是一个 当时我们想 就是说日本的这个 警官法也是用这种方式啦 这是宣誓性的吗 我一直认为说 这种宣誓性的条文 能免则免 为什么 因为法律就是要执行 如果他没有执行的 就像专闻一讲 没有要件的话 其实你定的是白定 这是叫不言自明的道理 我为什么要定警官法的 其实就是为了这些 做这些 你如果说好 要尊重居民的意愿 那你就定个法条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要怎么样去规范 让居民可以参与 你就要有这个条文嘛 否则你就是一句空话嘛 你这个空话对于 行政机关根本一点 拘束力都没有 你说要去重视警官教育 那你怎么样去说 那你国民教育里面要放 多少个学分的警官教育 这个就是叫做具体 可以执行 你如果没有这个执行的东西 你放了这个 我觉得我坦白说 我必须要讲 就是其实我们从 最近的这些立法 很多里面放了很多 宣誓性的条文 这怕人家不知道说 我们的用意是这样子的 这个良善 其实这都不需要 你如果真的觉得 我们如果真的觉得 这个很重要 居民必须要参与 那我们就去定 居民怎么样参与的机制 你怎么样在这个 这个审议的过程里面 必须要有居民代表 这个就是可以执行的法律 跟有约束力的法律 你否则的话 就是把这个 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好 我们也可以说 好了那就是宣誓性条文 就把它放进去 也没白黑了 但是我觉得立法 不要不好这样 这法的条文都是这样 有必要再放 条文其实可以越精简越好 越少越好 多讲 其实如果没有拘束力的话 是不用讲 这个是政策理念的一个宣誓 就看 田伟员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宣誓性的条文 没有办法定职法 没有办法定职法 我在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的时候 当时我希望比照 公共艺术讲座条例 就是所有的公共建筑 1%都要投资在公共艺术上面 所以我本来想说 这个公共建筑 要一定比例 我们还不敢写1% 一定比例投资在 投资在再生能源上面 就当时有委员反对 所以后来就变成一个宣誓性条文 就是说公共建筑得 如果适合发展在生能源的话 得 怎样怎样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根本没有办法定职法 那当然 有一个宣誓性的意义 好事好在说 我们立法院不反对 所以你行政院要做 你就放胆的去做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那所以就是说 因为当时我们放这个 是因为日本也有一个 日本的那个警官法 也有这样一个条文 就是阐述那个基本理念 那因为我刚刚还没有来 不过刚刚听说 那个庄 庄委员有说 如果说有必要 我们把它放在其他的法条里面 就是把它打散 放在其他的法条里面 我觉得也有它的意义 那只是说现在 有没有办法打散地 放在其他的法条里面 如果说因为其他的法条里面 跟宣誓理念无关 很难打散的话 老实讲 我是觉得是这样 当然两位委员讲的 也有道理的 就是说宣誓性的条文 它可能就是 变成是一个 看得到 接不着 但是对于有些人 就是至少还看得到 好那这也有它的意义 所以当时 我们在协商的时候 这个 这个 各界 各界都觉得说 放着无访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才会通过 我记得当年 好像好多工会也都有来 他们也都愿意接受 所以才会通过 谢谢 要不然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文字内容 保留下来 看看是放在 第一条的说明 或者是融入后面 哪些的文字里面 去把它补强 就讲得更清楚一点 这样子好不好 对 庄委员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我们就 放说明栏 好不好 放说明栏 第一条的说明栏 好 或者是在后面 如果有需要的 那个文字 我们在适合的地方 再把它 把这个文字 再把它摆进去 这样 好不好 所以这条 我们就 来行 庄委员 你这个放在调文会有很大的一个麻烦 就是说 你又必须要用其他的概念去说明什么是永续 不放在调文里的啦 就没要放在调文啊 你就放在调文里的 对 谢谢 对啦 就是说那个概念 如果说在后面的文字里面 有需要一点点文字的补充 就把那个移进去 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我们原则上是放在第一条的说明栏里头 那这一条就 把它移到这个补充说明里面 第一条的补充说明 好 那我们现在进行这个第三支二条 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零件署有没有意见 这个是对于警官在纲领 还有白皮书 那么还包括他的一些拟定跟通盘检讨的一些政策 那除了这个是 我想这个部分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的一个纲领 引导性的东西了 我们当时审查的时候 不是这个初审的时候呢 是大家都同意 请问各位委员的意见 好 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就通过 请看到第二章的张明规划及管理 好 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就通过第六条 第六条我稍微说明一下 主要是这个部分 当时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订定重要警官地区 但是因为重要警官地区原本在第二栏里面 用各种列举的方式 那很多的专家学者或者是专业的团体 他们比较担心 好像可能会挂一漏腕 所以他们是希望说 有些的这些 名称 可能不要用列举的方式 所以后来 大家同意就是 我们改用 规划管理的原则 所以这个是比照海岸管理法 市立法的这个精神 用把它转变为规划管理的原则 是用这个 这种方式来处理的 所以这个第六条 后面红字的部分 就是依照当时出审的时候 大家的意见 来做重新的规划 重新的这个汇整 请问大家的意见 那段文言先 这个第六条 我觉得 我还是有点不安 就是 如果我们这样定的话 他要怎么样去执行的问题 就是说 当然这个条文 他一定会还要有相关的这个执法 来作为执行的依据 那只是说 有一些东西是 他没有办法被 他没有 他没有一个 可以量化 或者是客观的表现 譬如说 考虑生态保育 美学原理 那什么叫美学原理 生态保育 我们大概可以 有其他的相关的法律 可以作为 这个界定的一个依据 那什么叫美学原理呢 美学原理是谁的美学原理 那这地方就会有争议 那我们觉得 我觉得不适合把这种会引起争议的这个条件放在里面 因为我的美学原理一定跟邱文艳的美学原理一定会不一样 那这个美学原理是负责神议的人的美学原理吗 那如果换了一个这个主管 是不是美学原理就会跟着改变 这是第一个 我有意见的地方 第二个呢 他用了很多的 他用了很多的 这个条文里用了很多的 譬如说像是 试欲之延续性及完整性 或是说这个叫做 试欲或视觉狼道 好像点线面的景观条件 我觉得这里面倒怎么样去讲什么叫做试欲 就是视觉的领域 那是谁的视觉 是怎么样去定这个试欲 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部分当我了解的时候 很难有一个很客观的或者量化的标准 譬如说 李总统府 假设规定一公里内 那你如果两公里外 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楼 刚好是在他的天际线破坏了 你怎么去叙述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啦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只好让去审议的 这个 那个机制 去做处理 可是你在条文里面 去摆进这个标准 就会引起一些冲突 那我可以跟庄文雄说 庄文雄有戴眼镜 我没戴眼镜 那庄文雄的视欲 跟我可能就不一样 那我把眼镜拿下来 我可能我的视欲 只剩下他的五分之一 对不对 因为我看得没有他看得远 那到底是谁的视欲 是谁可以去决定说 我的 我们讲视欲也好 视野也好 或是怎么视觉也好 这个怎么去 怎么去做决定呢 我想这个视欲的部分 其实在最近 比如说总统府 他的周边 都是有一定的角度 所以看了之后 他都会有一定的这个角度 如果说这个 刚刚段文言提到的 美学原理是比较困难 那么警官要素 点线面这些东西的要素 其实都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 可以综合考虑 比如说生态保育 警官要素 资源保护 还有生态系统 然后再来谈到说 维持他的这个重要警官 跟他视欲的延续性跟完整性 再来划设这个重要警官地区 这样可能就会比较清楚 对不起 因为我那个视欲在警官的专业上 有他一定的那个定义吗 是不是讲来 那至少是不是在立法说明里面 写一下视欲的意义 还有视觉狼道 对 你们 我的意思是 如果他在警官的学科上面 有他的一定的 很清楚的定义 那我们是不是提出来 如果讲来说明给大家听听看 这样子 要不然我们就把这个视欲的这个 这个定义呢 还有警官的这个狼道的这个定义呢 把它补充 这样各位可不可以接受 自觉狼道 美学院里其实可能很多种啦 可能就比较难啦 的确这个 那就把那个美学院拿掉 但是警官的要素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说 至少这个点线面的一些基本的要素 如果这样可不可以 这个 没有什么想象力的人来看 你本来那个提案其实是比较明确 但是这个各个工会不见得 我举个例子啊 我觉得这种东西法条里面很多是教科书你的名词 我坦白讲 那是教科书 那不是法律啦 你现在变成法律你要可执行 你要去考虑说我执行上 你不是教科书嘛 对不对 你要 我要去执行 我要跟人家讲 我今天不准在那边盖房子 原因是什么 说因为我从我这个地方看过去 你就是在那边 那我说那我站另外一个角度呢 你为什么要站在这里 你会非得站在这边不可能 你不能换一个角度去看嘛 这就是遇到一些问题嘛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什么叫点线面 那你从物理学的点 在现实上我们这个点就不存在 我们所有的站在那个地方都是面啊 怎么会有点 怎么会有线呢 对不对 一定我们是在一个三度空间里 怎么会出现点 怎么会出现线呢 不可能嘛 它如果只是一条线的话 你怎么会想要去保存它 不会是这样嘛 对不对 它如果是线的话 那就是 所以一定都是空间的概念 它怎么会有 不会有 不会有 又一定是空间或者是一个平面 或者你只是一个点 一个点就我们看得到的都是一个平面啊 怎么会是一个点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 我当然理解这个意思啦 但是你这样 我们这样去定法条 就是会造成困扰 那个主席 这样子啦 因为我看日本的景观法 它这个连那个跳望 它都有定义 跳望 由某地点所能观望的范围 即以跳望范围划定之 那如由这个窗 车窗所能看到的范围 由调望台所能看到的范围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啦 我刚刚也在看你原来的那个文字 我觉得你的原来文字 事实上也有包含的 这些右边的文字 都非常核心的意义 我是觉得是这样 还是以你的文字为主 右边的这些文字 我相信 左边的这些文字 实际上也是集合了很多人的意见 也就是蛮多的心血 是放在立法说明里面 就尽量把它 摘取一部分 放在立法说明里面 我觉得这样子 可以相辅相成 原委员的意思是把第二栏的 原来你的那个条文的 比较明确的那些 不管是地景的这种元素 放在说明栏里面 是不是这样子 红字 红字放在说明栏里 你原来的 因为刚刚段委员认为说 你原来的文字 他比较反而可以接受 我也觉得一般人可能比较 比较会觉得比较明确 一般的公务员会觉得比较明确 所以还是母法 你的文字放在母法里面 但是非常 就是这个红字的部分 则摘要放在这个立法说明里面 就是把规划管理原则不要 因为前面本来是红字部分 我们是把它变成一个 规划管理的原则 讨论过程就是因为 大家都谈到说这个东西 它可能列举的项目太多 就怕挂一漏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可能是在讨论过程当中 也有包括图目计事公会 这个结构计事公会 他们要担心的就是像这个 捷运跟高架 像这些设施要弄景观的时候 他们会比较担心会受到这个限制 但是我们是认为说 那是一个交通轴带 一个线的景观 跟它的本体的部分 其实是应该是相互协调合作 所以但是我们当时在处理这个部分 就像我们现在的淡水的大桥一样 那其实是应该是景观界 跟土木结构的这些专业 一起结合起来 所以最后做出来的决定 是把那个桥的这个行制 还有包括它落墩的位置 放在淡水那边 而不放在巴黎这边 因为太阳落下去的时候 是落到巴黎那边 就不会挡住这个淡水落 当时是有这种考虑的 所以后来我们就折中 这些公会的意见 然后才会变成今天的 我们这个用规划管理的原则 那规划管理的原则呢 就是参考我们海岸管理法 还有湿地保育法的这种体力 变成一个规划管理的原则 是这样子 现在如果说这样变成 又把它倒回去 我知道 我提一个问题 我提一个问题 这真的不好意思 让赵伟花那么多的心理 我们现在还在谈 这些基本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条文 它要定的是 划设重要景观地区 第六条就是说 你包括这个 你就是根据什么什么条 什么什么样的考虑 你要去划设重要景观地区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 第二项在讲说 重要景观地区的相关计划的规划的原则 我们就列出了很多 不管是邱委员本来的条文 或是这个出审之后的条文 但我们需不需要讲到那么明确 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问一下营建署的意见 问一下内政部的意见 说我们要不要讲到 因为你讲的明确 问题就会来 你讲的 你设定几个领域 也会有问题 譬如说这里面 两个都有提到农地 那我一看到农地 我的疑虑就会说 农地为什么是重要景观 你要有特殊的意义的农地 才会是重要景观 那如果农地是景观 那工厂为什么不是 百货公司为什么不是 农地有农地保护的法律 那你要把它变成景观的话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说这里面 你如果把它写得这么明确的话 反而会引申另外一个问题 就具体就会被 会有来引来各种 如果说我们只是一个 规范性的一个指涉 就说好我就是要定 重要景观地区 因为什么叫做景观 前面已经有解释了 所以只要符合这个解释了 我认为重要 我就可以把它定进去 那至于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什么是重要 那就是你负责是指定的人 你要负责 也并不是说 所有的这个历史建筑 都必须是重要景观 对不对 也并不是说 所有的天然的景物 都必须是重要景观 它会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是谁在定 是你要去指定的时候 你也要接受公平 你为什么指定这个 没有指定那个 你为什么这样去指定 那我们如果给它 这么多 很想要极尽所能的去周到 说我这个视觉所看到 我那个所看到的 你其实会 在定这个条文的时候 就引起疑虑引起争议 而且你会 买周转 你怎么样定都不会周到 那我们这样看起来 好像对于行政机关的授权 好像太大 唯一的一个疑虑是这样 对行政机关的授权太大 我没有给你界定范围 但我基本上相信 行政机关都会比较保守 所以他大概也不至于说 特意的这个去 黑白去指定 大概也不会这样 所以当时我们在处理这个之后 的确是经过非常多的讨论 那可能在 比如说土木记事公会 就是对那个捷运跟高架道路的 这个沿线景观 他就蛮忧虑的 所以后来我们在讨论的结果 就是认为说如果这样一一列举 恐怕也有不周全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改成这个 规划管理的原则 一方面是参考现有的体力 那变成一个基本原则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真正在划设的时候 那包括所有的团体都觉得说 那我也应该有参与的空间 所以我们在第五条 请大家看到第十一页的时候 第十一页的第五条 就有第二项的规定 包括这个重要简单地区的 划设原则或基准 才会有这个文字 由中央主管集团 会商目的支援主管集团 及相关团体 就是因为他们也觉得需要参与 所以我们才会变成定定那个东西 是这样来的 那看一个引荐署的这个意见好不好 这两个两栏 如果是原来的条文 其实是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前面是一个原则性的这个规定 就主管集团怎么样划设这个重要简单地区的时候 它是考虑的什么什么什么因素 但是呢 它可以就底下这些下列地区来做筛选 来做评选 是这样子来的 但是因为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 大家并不是那么同意嘛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为规划管理的原则 特别是对那个重要警官地区的 它相关计划的 它到时候要规划相关计划的时候 它的规划的原则是在这边 所以在我们看到的第六条第二项的 就是左边那一栏才会改成叫做前项重要警官地区相关计划 就是在重要警官地区 我们如果要拟定相关计划的时候 它的规划原则是底下这边 是这样来的 我知道这个意思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如果要去这样 我们如果要这样定的话 会坦白讲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很麻烦 譬如说 这个 因为我们这是警官法 它的着眼点是在警官 而不是在保育 这样我们会有时候会 会把它这个观念都搅在一起 譬如说 第三款这个 受保护树木 受保护树木 它被保护的原因是什么 它是因为这个树种 还是因为警官的关系 看起来应该不是因为警官 是因为这个树种 或者是这棵树 我们就是要保护树 那你保护树不应该 定在警官法里面 你是因为这个警官的关系 而不是因为它的树种的关系 并不是表示说 这个树不应该被保护 但是你定在警官法里面 就 然后你这个 融合自然与人文地景的条件 营造生态廊道 步道 自行车道 跟其他重要交通设施 整体轴带的优美景观 那我为什么 要在景观地景里面去设置这些 我为什么需要 你等于是你在叫我说 我要去设置自行车道 我要去设置这个步道 这个道理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再继续设置这些东西呢 其实 其实是 其实是没有什么道理 就是说你今天你这个政府 你想要去设置 一个自行车道 你要去符合我们对警官 不要破坏警官 那我现在的处理是 我刚好逆其道而行 我要求你去设置步道跟自行车道 所以我在这个景观地区 我基本上是维护跟保护 我当然要改善它 比如说把它的周边的环境 把它整理干净 可是我要不要再去多 叫你去多做建设 这个部分倒不是说 去多做建设 就是说将来这个重要警官地区 我们划设以后 它如果要做一些相关的规划的时候 例如这个第五款 那么我们如果要进行这个 所谓的交通廊道 或交通设施的时候 就应该考虑它的自然跟人文的条件 对不起主席 所以你的文字 就会有刚刚段委员讲的问题 应该是讲说 如果需要设置步道 自行车道跟其他重要交通设施的这些轴带 就应该要考虑融合自然景观 跟人文地景的条件 应该是这样吧 不然话就会变得像那个 段委员讲的说 你所有的设计都要放这些东西 那我想田委员这个意见跟段委员的意见 是不是我们可以把那个第二项 那个前面的引文 引述的文字改成叫做 前项重要警官地区相关计划之拟定 逗点 其规划之原则如下 这样的话可能 就是说在那个重要警官地区里面呢 我们如果要进行这个相关计划的时候呢 不管是前面的部分是原则性的 还有包括第二个是在整个自然景观 包括天际线 第三个是对于这个自然生态的 第四个是古迹 第五个是交通的部分 这样的话就说 它可以有一个依据吧 然后第六个是节点 这样是不是会比较清楚一点 田委员您觉得这样 会不会比较接近您的想法 一样的意思 因为你拟定 拟定的话 还是要照这个规划的原则 一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部分 尤其是这个第六条一开始 一开始的话 它就是要特别考量 像这个生态保育美学原理 景观要素 资源保护 维持生态系统 哇这个可能 很多的一个 尤其是原住民族地区 恐怕它所受到的 因为 就完全 因为基本上它一开始 会考虑到 现在大都会区恐怕 已经没有这个 第六条的 第一项的那个 那个问题 到了原住民族地区 恐怕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 很多需要去考量的部分 这个部分 这个因为 它牵涉的相当的 相当的广 这个部分 因为你改成 拟定 就是你拟定的时候 就要按照这个原则 也是一样的意思 会员讲的那个 就是我们今天提出来 我提出来的 就是说景观就是景观 保育是保育 就是你今天进来 递景观法 保育的观念 是放在别的法律 你就是为了要 维护一个景观 为什么 为什么要是这座山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景观 那跟保育 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所以你把 我今天为什么 要要求说 你不可以在这座山前面 盖一个房子 是因为景观的关系 而不是因为保育 那不是保育不重要 你保育就不要在这里面处理 所以我想 这个当然是我们尽量去 折衷各种不同团体的意见 但是如果委员的这个看法 觉得说 回到我原来的那个条文 会比较好 那我们就 我也可以接受 因为本来我的想法 就是说很清楚的 那些的标的物 或者那些的地景 就把它 原来的条文 不会啊 不是啊 原来第六条 不是啊 你不可以这样子啦 第六条的第二项 第二栏嘛 但是呢 什么叫原来的 如果在那个交通轴带 像这个土木技师公会 对那个 什么捷运啊 叫高架道路 他们有意见 那我们可以 可以删除还是怎么样 大家的看法是怎么样 所以定义说 将来话 对不起 对不起主席 我认为是这样 景观跟生态 当然是不同的领域 但为什么要顾景观呢 这不只是说 要让大家有优美的环境而已 那事实上最重要的是生态 因为你生态才是最基础的啦 所以我并不觉得说 一定要决然的把它区分啦 那如果可以同时兼顾景观跟生态 我是觉得是 对人类是最好的 而且钱也是花在刀口上 那我们现在不论哪一档 都在讲永续经营 永续的环境 不过我还是觉得说 刚刚我支持段文员讲的 就是说 那个原来 旧文院委员的 那个第六条的条文 那我们左边的 红字的 有一些可以放到立法说明 我们就把它放到立法说明 谢谢 主席 段文员请 主席 其实我刚从 我们在讨论三至一的时候 我一直在思考 我们本来谈说 其实这一部法律 变成一个帝王条款 一个帝王的一部法令 刚刚我们提到的 其实整部法律要谈的是说 你整个永续 环境的这些景观 大家共享的要永续 然后呢 有部分又提到说 以后如果创新的 怎么受到规范 我去比较你原来的第六条 跟新的第六条 我们当然看出 有一些的角力 就刚刚你刚刚一直在提到的 说什么公会 什么公会提出的一些 他们的看法 像比如说 什么捷运 高架桥 我倒觉得重点还不是在这里 会不会啊 你整部法令 你去定定以后 你会纠缠不清 你把叫重要的 你把它 把重要景观区 你把它具体化下来以后 你像比如说 你说讲赫川 我以高雄的爱河来讲 你把它划定 尤其整条都中西呢 那你会不会说 对于整个 这跟我们常在谈的 都市计划的一个 这部法令会不会有所冲突 我们会不会有点搞混 这个我不知道 你像比如说 你刚段伟 你提到龙山市的部分 龙山市的问题 真的只是景观保护的问题吗 或者说 它根本就是牵扯到 整个土地强度的一个 开发限制的问题 这些我们要先搞清楚 不要说我们现在 看到的是 这么好的一部法令 要来 划时代的 把它来 来做一个立法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但问题是 跟原来的 因为有好几个东西 我刚很仔细的去听 怎么 你想到龙山市 你用景观法的角度去看 跟我用整个 土地的开发强度的 完全我们考虑的观点 完全不同 你整条河流 你说这个是一个延续吗 是一个要永续吗 我倒认为搞不好 它有创新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是不是这个地方也有应该授权给县市政府 他认为我哪一些地方是重要的 我自己来做一个划定的方式 这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 如果你在往下看 你会看到第七条里面叫 已经慢慢的机制都已经出现了 你怎么样去做废纸 怎么样去做一些变更 你点了之后 我会觉得说 这个没完没了 反而我会认为 你说本条第六条所提到的部分是 重要的这些交通设施 原来你把 第六条的那个高价 你把它转换成 交通的重要设施 那范围又更广了 反而范围又更广了 你本来是要去修正 第六条的一些争议 那你把它放得更抽象以后 没有解决原来的问题 反而是涵盖更多的问题进来 我反而另外一个不同观点要来请问 那我会不会认为说 我干嘛去保护这个高价桥 我认为它才是真正的破坏景观 它应该把它打掉了 那怎么是反而是一条在这个地方 让我旁边的都全部要顺着这个高价桥 不能去影响到原来的一个景观 这反而我觉得又怪 所以从不管是河川 或者说你具体化下来的 什么叫行道树 这你一保一规范下去以后 这个会不会 该具体化的东西 你把它抽象化 该抽象化的 你反而又把它具体化 那法律之间的进合冲突的地方 是不是要先做个厘清 这个是不是请我们主管官署 这边也先做一个说明好不好 要不要来说明一下 请营建署说明一下 这两个版本 是那个跟各位说明 原来我想我们所有的机关单位 包括中央跟地方 是没有定这一条 都没有定这一条 那最主要为什么没有定这一条 就是在 其实在 这个景观的定义 第三条的景观定义里面 已经将重要景观地区 都大致都已经讲清楚了 所以就依照 第三条的这个重要景观地区的定义 其实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都可以来指定重要 这样子很原则性的就如果真的有重要的话 那我想有依法来划定公告的一个程序 那至于因此就说 在当时在行政部门 在这个讨论的时候 确实也就是说 这样子的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照原来的 第二行所列的这原条 我们确实会有挂一落万的 那有些甚至就是说 也包含太广了 那至于第二 后来就是说改为现有的 这个整合的这种版本 原则上当然是原则 当时各机关 我想或者说各团体 是说 这个只是原则而已 所以就没有很硬性 没有很硬性 当然大家就不反对了 没有说这是一个原则而已 没有说像这个 第二栏的这个就变得很硬性 因为一开始第六条 这写主管机关应 综合考虑 所以这个是有所不同 那既然是 这个是原则 我想我们站在行政部门 是比较不反对 但只是说 刚刚我们各委员所提的 确实也有值得我们来考量的 就是说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就是说 警官跟相关的 比如说其他 比如说在类似 要保育的这样 有点又混在一起 这个确实 又变成又混了 当然我们是尊重委员的意见 那么这两种版本 其实都各有它的道理 但是就是看 它也没有一个协调性的 可以来接受 大概以上 好 田委员请 你那我拼什么脸床呢 那个是这样子啦 我刚刚觉得 那个庄瑞雄委员 点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秋委员的版本 第五款就是 重要节点或地标及其周边地区 包括中央建筑物广场 今天被还 中央交通 对不起 第四款 中央交通轴带 就是 没有错啦 就是也许 大家认为 那是一个 这个高架的 这个 应该是一个打掉的 为什么你知道 我刚刚突然想到 陈定南商人就打掉过东西 他把那个 现在 当时还没有东北角风景区管理处 他们就盖了一个 那个江南式的亭台楼阁 在那个东北角的 那个单面山上面 他就把它打掉 他觉得那个完全不搭 然后他设的 那个木头的手扶梯 他都觉得 这个才是对的 所以有时候 就是文字 文字写得太 所以忘了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会去 跑出左边的 那个红色的 就是原则性的啦 原则性的一些 一些那个 整合过的文字啦 不过 不过我是觉得说 如果说我们根据第三条 第三条未来会不会还定执法呢 第三条是定义嘛 定义的话就是说 已经 你认为已经都在里面了吗 对那只是个基本定义啦 如果第五款 刚才是谈到说营造 刚刚庄委员是讲说 说不定要打掉 如果这个 我们把它改成营造 或改善 可不可以样 那后面就不要谈那些方法 就谈交通设施的整体景观 营造或改善交通设施的整体景观 可不可以这样子 我的建议是主席 其实这条不用定 因为你后面重要 你要景观地区 你要定计划什么程序 直辖是什么 你后面条文都有 你现在去把它定一个东西 你这个 什么叫做景观 就一般的解释就是 一个地区里面的景象 叫做景观嘛 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空间里面的 这个景象就叫景观 那为什么会变成重要景观 它有可能各种不同的原因 它有可能是因为它 有重要的这个 这个台湾唯一只有这个 这个植物在这边 所以大家觉得它很重要 所以你就不要去破坏到它 因为这个地方 这片竹林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水鼻子 只有这个地方有 所以它很重要 所以我不要你在附近再盖房子了 因为我要维持这个景观 也有可能它是一个历史建物 它很重要 所以你附近就不要再给我盖其他 去破坏到这个历史景观 我看到它的 我要从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到它 那各种不同的原因啊 都有可能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你去把它定 去定说你要根据什么原因 或是你要对哪些范围 我觉得都是多余的 真的是多余的 101没有多几年的价值 的这个时间 它对历史来说 它不过就是20年 可是它重要不重要 可能对台湾来说 它就是很重要 那它跟保育也不相干啊 那你为什么是101 会变成重要的这个景观 我们假设啦 那你要去解释半天 它符合哪一 这里面规定的哪一点 万一这里面没有规定到 你怎么办 万一你没有讲到的 你要去指定 人家就质疑说 你在这里面都没有讲到 你怎么可以去把它定为 重要景观地区呢 所以我的意见是不需要 好 我也补充一下啦 好不好 因为刚刚 专委员提到 他提到爱河 这个 爱河啊 爱河恐怕在这个 都市计划里面 它其实是 叫做大牌 大牌 那爱河是不是一个重要景观区 我想应该 我们普遍会认为是 但是我们如果 照原来的版本啊 那把它定为 这个蓝带或周边地区 包括河川西流 这里面恐怕 恐怕就没有点到 那同样的道理 像 像韩国首尔清溪川 他可能是人造的 可能是这个过去的沟渠 改变 那算不算 就是说定 定地区 定了很多 那也是挂一漏万 就是说他的景观 恐怕没有办法 然后 也把所有人都吓跑了 就是说 呃 原来的那样的 一个方式 那 后来修改的方式 当然定了一些原则 但是这些原则 他的边界又非常的模糊 所以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既然他最后 其实是在 景观的事务的咨询会 或者其他的 其他的决策机关在处理 这个原则有 有没有必要定 那要定 有没有办法定的 就是说让保育啦 生态啦 其他的各种目标 都能够很明确的界定 我想这个 目前现在这些条文 恐怕还不足啦 那不过 不过我刚刚好像有阅略 不然我比较晚到 我认为美学两个字要 其实我们在讲景观 在讲美学 它本来就都 它本来都很 都很模糊啦 但是 我们既然有 我们既然有景观法 那在讨论美学的领域 这个美学两个字我认为 我认为其实是 我们在考虑整个景观法的重要的基本原则 我们其实就是要有更多的美学的概念 在这里面 那不要因为美学很难定义 其实美学如果很难定义 景观也同样很难定义 我其实认为那个 那不一定要叫美学原理啦 不然是 是不是美学原则 或者是就是美学两个字 或者是 或者是怎么样的文字 我们可以大家想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字喔 不应该拿掉 好 主席喔 我的突然有感而发 我倒觉得说 刚刚 段伟严跟姚伟严提这个意见 很值得大家去探讨 以上比如说 我以前在当台北市议员的时候 那个大业路啊 左边 就关渡平原 右边 大业路右边 就全部都主宰区 一条马路啊 了不起不会超过三十公尺喔 右边呢 一瓶啊 八十万 左边一瓶 两万五千块 所以我们就想尽办法 就想说那怎么办 后来大家就在想说 要用容积移转的方式啊 来对那一些喔 整个关渡平原啊 不管是环保人士 或者说限制环境的开发 要让永续的存在的 这一些达到可以双赢 可是到现在还没办法解决 所以我会觉得说 如果说 用让县市政府 用划定的一个方式 那个主席 对不起对不起 我觉得现在四点半 听说大家又不 不愿意晚上呢 这当附带决议好了啦 整条吗 对 整条放在附带决议 我们的附带决议 没有 主席啊 我们是委员会 是啊 我知道 我可以说一半而已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然你们就叫我别说就好了 好啦 是的 我的意思是说我建议 这个就放附带决议 因为不是放在母法嘛 是啊 不好意思啦 是的啦 好众委员请 继续 认为说 让他双赢啦 不然话大家就讲白了嘛 你第六条 为什么会变成原来的修正方式 但是 我也知道你跟公会 去读到那个问题嘛 我会觉得 这部警官法的一个 创时代的一个立法 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非常好 我们为了这六条 我就看你在那散散夺夺 我就知道大家在夺什么了嘛 大家都明讲 就没有关系嘛 那只是说 你怎么样 你说要让各方都满意 我觉得不太可能啦 只是说 我也不要承担一下 你整个警官会要让他通过 我觉得非常好啊 你说要永续啊 很好啊 你要创造 我就很好啊 可是你就没有办法 就来解释 我刚刚所提到的 你仅仅一个龙山市 你如果要用我们 目前要把它通过的一个法令的话 你补偿的机制又在什么地方 这个有没有牵扯到 我刚提到的整个土地 整个都市计划里面 或者本来是一个 土地强度开发的问题 到最后两个互相冲突 你也都没人给他解释了 市长不是这样 我说这都没什么利益 我讲的是你两部法律 进而冲突的事情 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圆满 好 那这样子啦 我们尊重大家的意见 把第六条这个部分 列入我们的附带决业可不可以 当成他们一个参考性的一个准则 好 各位这样可不可以 好 好 那就我们往下推 第七条 那个文字我们再稍微整理一下 就好 我们把它当附带决 整个 还是说原则的部分 要整个吗 我其实比较赞同那个 我其实是比较赞成那个妖言的意见啊 我是觉得第六条的前面那一项 第一项啊 因为第一项你这样没办法指定 它基本的那个原则都没有啊 整个啊 好 好吧 我割一块肉 好 第七条 第七条是一个紧急必要时候进行划定的一个机制啦 啊 是 请 那个那个请到前面用麦克风 因为我们要做记录的话 不然听不到你在讲什么 那主席各位委员好 我这边是文化部的文化资产局的专门委员成员 刚刚有提到那个列入附带决一 我这边要请示就是 有关这个第二项的第四款 是不是可以 因为这个文化资产的部分啊 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做个修订 就是保存以维护各类经指定 登陆制文化资产或水下文化资产 然后后面是顿号历史街区 人文古道 传统聚落 仪式空间等重要文化资产周边地区 以维系具有人文特色 及传统氛围之景致或文理 我这边建议是不是这样子 好 请那个文化部把这个文字整理以后 交给我们议事人员 好不好 我们在处理附带决议的时候 再把它一起纳入 那么请问一下第七条 各位没见 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第八条 请观众顾问 好 第七条跟第八条 后面有同样的调次那是 那是往后推嘛 不是那个将来调次会重新 会再重新整理 抱歉 第八条 第八条 请那个资长用麦克风 第八条是这样的建议就是说 这个社警官 这个总顾问的部分 应该他没有审议 所以说在倒数第二行 那个核审议 那个是不是 这三个字我们建议就拿掉 把刑意拿掉 那个顿号要不要加集 改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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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 好不好 这样子 把顿号改成集 所以倒数第二行改成相关计划之协调 集 咨询 好 那么接下来下一条 这个对不起 这个条字我们会在最后重新整理 邓委员 我能不能请问一下这个总顾问 筹组或征选警官总顾问 负责各该政府 当然这个是得色 警官事务或相关计划之协调咨询 那协调跟咨询 其实是不一样 这个强度是不一样 然后这个总顾问的 当然这个是由内政部去定 这个总顾问的 不管是筹组或征选办法 但是在母法里面 我们要去处理的是 这个总顾问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他看起来显然不是在原来的政府部门 也就是说 他有可能是在 譬如说以这个台中市政府来讲 台中市政府可能去 对外公开招标 去找了一个顾问公司 来担任台中市警官总顾问 然后他负责去协调 或是接受台中市政府的征选 对警官相关事务 好那这边来 这个问题就来 就是说你的计划 你去指定这个重要警官地区 跟你的这个重要警官地区的 这个这些计划 都有一定的政府的程序在走 好那这个政府的程序 它是因为这个政府它有 它是有公权力 那你现在有一个总顾问 你要他去协调各个政府单位 或是要他去协调政府跟民间 这个协调指的是什么 它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好譬如说我今天台中市政府 我今天有一个重要警官地区 我要去协调这个这个庄委员 他要盖一个房子 哦不准他盖 我跟他说这个不行 他跟我说那你凭什么 我就请这个总顾问去跟他协调 瞧瞧瞧瞧 结果就协调了 那你就要协 如果是要协调政府部门 那就发现说 我今天去招标委托一个总顾问 来协调我自己的政府 那我这个市长不是很奇怪吗 这个总顾问他代言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他这个跟工程的总顾问不一样 这工程是我招标出去 我要发包这个东西招标 我找一个总顾问 他总顾问他来负责两个部分 一个帮我设计标案 依照我的需求 另外一个是他可能做工程管理 那我这个总顾问他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角色 他是要我协调政府内部的部门吗 能不能 这个我们是不是要厘清一下 这个请营建主说明一下 因为总顾问的这个制度 已经推转蛮久了 从民进党时代 那个林升峰委员就一直在推动 好 这个我们来说明一下 当然 我们原来的版本 这个是一样是类似有这样子的 最主要就是还是咨询 原来是咨询 不过现在又加一个协调了 经过讨论以后加一个再协调 那么警官总顾问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 营建署从87年 编列这个 城乡或城镇封茂的这个补助会以后 确实在这方面慢慢的觉得地方政府 或是我们营建署觉得都有必要 有一个比较专业单位来协助 那 地方政府是原则上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都已经筹筑了 不过就是说这个相关的仇主的相关的经费 都是由这个中央的补助款去负责的 那当然为了这个警官法 未来应该有一个常态性的做法 所以这个基本上在这个法里面 就希望就是说能够让地方政府 就是用这种常态性的做法 然后常态性的做法就包括这个预算 有了这条大概预算 还有相关的这个警官事务 都可以一个常态性 这个大概是第一个 这主要的这个 这个在法条里面所定的目的 第二个就是段委员说的 那他的性质到底什么 那性质大概是他具有警官的这种专业 这种专业的这种技术 那么因此他在不管是对于县府团队 尤其是对于县长或副县长之类的 他可以提供他具体的在这方面的意见 并且如果说真正的 有委托给专业的一些顾问公司 在这个规划的时候 他就可以直接来这个居间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类似提供 好了 县市首长 简要一点 大概这样子一个性质 我想是这样子 这条也是有意见 你叫他协调什么 你今天去委托一个顾问公司 他就说来来来 请公务局跟 跟环保局什么文化局 来我给你们开协调会 这政府我们就笑话 对吧 你要怎么协调 原来我们是没有协调 就是咨询而已 基本上 大概是这样子 不过就是协调当然 有时候就是说先来协调 再来相关的最后 在那个决议或是后的部分 的那个 咨询决议的时候 也可以 那个后来是讨论的时候 是有这样子 要不然就这样子 负责改成提供 提供相关计划之 咨询 这样可不可以 就是照你们原来的意思 代表这样可不可以 提供 各该政府警官事务及相关计划之咨询 这样可不可以 那如果这样的话 不对不起 我这个比较多话 那为什么需要中央政府来定相关办法 那你地方政府要去咨询 他自己做个标案去 去找人来咨询就好了 为什么需要你们中央政府去定办法 这个在 现在就在操作当中 他们现在就是有这个制度 就在操作当中 还是跟段维报告的 未来是常态性的由他边经费 然后我们真正的补助 就不要去在这一条 我们补助就真正的落实到他们的实质的部分 就好了 就这样子 那他们就有一个常态性的一个 专设单位在这边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补助 他就也许他就这个 警官顾问就不见了 没有拿到经费 没有拿到补助经费就不见了 警官顾问的补助 你是补助地方政府 不是你直接罚包嘛 对不对 你是补助地方政府嘛 所以他必须要 有警官顾问 你才能拿到这个补助嘛 这个没有错嘛 是这样子嘛 所以你这个补助你是需要办法 定这个办法才有办法补助吗 有比较好 那你这样这应该是应啊不是得啊 如果说你们 就是说现行的制度是因为 是因为营建署补助地方政府才愿意做这个事 那你们希望说未来你们不要编预算 而是地方政府本来就认为应该要做这个事 那你应该是说 那不是法规上应该是说应有 然后你以后就不用补助 因为你 因为已经定应有了 所以 所以地方政府他就要便宜上来做这些事情啊 不是吗 这是好事啊 这个是在哪里面啊 亚委员说的这个是我们希望的啦 不过就是说地方政府他简直上来 他有一个 地方政府他觉得他有能力啊 我为什么要找一个顾问 我坦白说 你说要去找一个警官顾问 也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他一个人比较厉害 我来做警官顾问 全台湾他有几间 对不 我看喔 这个去定了 我看一开始有 不少可能烂鱼充塑的也有 拿到标案来 他怎么知道 我说警官 这个 这个不会啦 因为 也不少啦 就我所知啊 很多民进党的这个县市 他都有警官总顾 而且之前都是蛮好的 这样好 我也认识非常多 主席是不是可以 零件署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现在 现在的制度 现在警官 各县市警官司的制度 他执行的情况 到底成效 怎么样 好 这个大概两点不通啦 没有 因为我们 我记得有吧 警官总部问 有 署长简要的说明一下 我大概两点说明 第一个 为什么我们希望也在这边定 因为 国会 在 这个审我们的中长城计划的时候 一直提到说 这个城乡或城镇风貌 是不是该有退场机制 那一旦真的是退场机制 如果说行政院觉得要 停止这方面补助的话 那这个警官总顾问 应该是 县市政府他自己去 去组 所以我们是 在这边一个 落款的话 是给县市政府 大概会这样子的一个 将来一个常态性的 会比较好 因为配合警官法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就是 姚伟说的 基本上 目前 我们都是 尊重了 地方政府如果他觉得 他有申请说 我还是有一个 警官总顾问 来帮我的忙 比较好的话 那我们原则上 就 就会编这个相关 会同意他这个 这方面的补助 原则 那除非他觉得不必要 那当然他没有申请 这警官总顾问的 那个补助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 不必给 目前大概先前是这样 那如果说 我们把它改成叫做 提供了 各该政府 警官事务 或相关计划之 咨询 这样可以吧 因为本来就是咨询 对不对 因为协调 涉及到其他的 部会 OK 好 主席对不起 如果是 提供咨询 然后我们又要 希望这个制度 能够落实 中央跟地方 都有这个 这个警官的 警官事务的考量 那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定得等于 什么事情都没做 那为什么不改成因呢 那个跟 跟人事或者相关法规 有什么样的问题 用麦克风 跟地方制度相关的有没有关系 跟委员报告 那有关警官总顾问的部分 就是所有的县市 大概22个县市里面 目前是台北市是没有警官总顾问的 那他就认为这个部分不需要这个 策设警官总顾问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 都是 所以是 原来是用德 策组这个 征选警官总顾问 不是 如果改成因的话 就变成所有的这个县市都需要 警官总顾问 会不会地方制度法会涉及到他们的东西啊 对 我是觉得说 用德是鼓励的方式啊 会不会这样子 好不好 因为硬的话 会涉及到他们地方制度的要求 或者甚至他跟他相关规定有时冲突 那么 因为你设了以后呢 中央就有补助的机会嘛 地方也有多一点的经费 那么相关的事务会整合协导的标 比较好一点 好 那就 我们就修正通过 请看到第四条 好 请 姚委员请 那 就台北市不设 应该我们 我们希望他们设吧 要不然我们定这个做什么 什么我跟那个B讲 我们现在在 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法律啊 就是他到底是不是一个 我们共同 从中央到地方 然后去追求的 这样的目标 否则这个咨询也没什么 没什么用处啊 那现在 现在各地方政府有的 比较主动积极 然后去 呃 设计这样子 但他的成效 感觉也 也 坦白讲感觉也是普普通通啦 好 普普通通 有些地方也是很有改善 那有些 有些的警官总顾问啊 他恐怕 呃 不见得是说聘得到很好的人选 好 那要不要让他变成一个 呃 很 很制度化的 好 那刚刚署长刚刚讲的 那地方政府就必须跟随 这样子 来往这个目标去 去去做嘛 那刚刚道委员所提的说 他变成 他不会变成是一个 跌床嫁屋在行政体系里面 啊 需要 就是他不要去负责这个协调啊 或者其他的 他提供咨询嘛 其实 提供咨询已经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 算是 算是 算是很 怎么讲 算是应该 很轻 很轻的一个 一个做法 可不可以 那个营介组 改成英 但是呢 那个相关办法是除了 相关办法是什么 就除了 纯粹是补助吗 还是说 后面就 就明讲 那个补助的办法 由中奥主管定制 好 我支持姚委员 改成英 我觉得有道理 那个相关办法 要不要限定在补助 还是还有其他 丑组的 评选的方式 署里面那个办法是怎么样 没有 好吧 那就这样子 改英 可以吧 各位姚委员 不好意思 我还是 我还是 没有办法突破 就是我们去 定一个法律师 叫地方政府 一定要找一个顾问 来 你要对他咨询 这个 这个有点怪 就是说 你一定要去 找一个人 你去挑一个人 你来问他 这个 对于我 处理警官事务的意见 那基本上 其实我觉得 这是应该地方政府 自己决定 因为台北市政府 有可能他会觉得 我就有零力了 我跟其他地方政府 你需要 我不需要 那你现在一定要 我去 花钱去找一个 顾问公司 来作为我的咨询 我来问你 所以你对这个 的意见 是什么 你可能跟我讲完 我也不接受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有能力处理 所以我觉得 你 我们去硬去 定一个这个 非得叫他去 花钱去找一个顾问公司 或找一个总顾问 这个 道理上 我觉得 有点 对 那个 涉及到地方制度的问题 是不是 姚元 我们就用德 好不好 好 我们还是用德 因为这样子 地方政府 他如果设的时候 他这个 由 因为地方制度法 有这个规定 怕我们 涉及到地方制度法的问题 谢谢 谢谢 但是其实我们在场 有没有那个 中央跟地方制度 我们到底能不能 你要 那个法务部 有没有谁可以来 协助我们说明 那刚刚道源讲的 其实也非常有道理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一部法案 搞不好是这里是最清楚的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在讨论美学 讨论景观 很多区域 很多东西 我们最后其实 HOME RUN DOWN 丢到一个咨询委员会 那他真的会发生 就是各种食物上 他的适用 或者是他的汉格的地方 那 但是景观又是我们 希望去推动的 希望说 中央到地方 一体 都能够努力 在这个方面 去努力 那所以我才会 我当然了解说 地方政府 我们应该尊重 这地方政府的权限 那但是 但是 但是为什么这里我主张 硬 我是觉得说 恐怕是这一部警官法里面 在这里是最具体 只有最具体 其他都 很难把那些 那些边界 那个 瞧得很清楚 但是有没有谁可以说明一下 对不起 三十秒 等一下 防务部也可以补充 说明一下 我的意思是说 我刚刚有 六十二条 好 天文也请 有没有警官总顾问 我认为有 比没有好 但是呢 我也跟大家 报告一下 二三十年前 陈定南 当县长的时候 没有设 什么警官总顾问 但是他一样 把宜蘭的地景改造 做起来 那当然我是认为说 因为我从陈定南 以及宜蘭的整个地景改造 你要发现 警官真的是非常专业的东西 好 那这个 大部分的政治人物 事实上是需要 警官的 相关的 专业领域的 这个 协助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也 当时有一个 警官总顾问的机制 然后营建署有补助 鼓励 各县市 去聘请专业 作为县政府的 这个 警官总顾问 就是至少说 他是一个 在美学上 或是经验上 是县政府信任的 那 至少总比很多公务员 或者是一些 不懂的警官的 政治人物去图法炼钢 来得好 这是相对性的 那我是觉得说 德或英 我都觉得有它的道理 如果根据地方制度法的话 应该是德 但是如果你写英的话 当然它有非常大的强制性 就是说 刚刚那个 那个段委员讲的说 台北市我认为 我不需要请 就像陈定南 当时没有警官总顾问 我也一样 可以把它做起来 就变成 被迫反而要去请一个 但是我是觉得说 再怎么样 有一个也好 就是说我也比较知道 你陈定南那些idea 是哪里来的 我记得当时 那个林顺丰 就是我们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那个政委林顺丰 当时在那个 博克兰念书 那时候 传真机还非常稀罕 他是 帮他买一个传真机 在美国 把宜兰县政府的很多规划 传真过去给他看 叫他到看 是用这种土法炼钢的方式 所以都有好有败 不好意思 是不是我们请教一下 人事总处 或者是法务部 因为有宽与地方制度法的问题 这个东西 会不会我们如果说 硬他设这个东西的时候 会不会涉及到 地方制度法的62条 你会变成说 你要求他去做这个东西 因为你如果说这个 做一个得色的时候 他可以依照这个原则 然后由地方政府自己决定 他们在地方自己的这个权限之内 去定定 所以这可能会涉及到地方的权限 是不是 他回答之前 我再问一个问题 那如果是得 那现在就得了 你设计这个条文是要干嘛 就是说如果是得 现在也都得啊 他们要怎么 坦白讲 如果我是市长 我要拼100个警官总顾问也可以啊 我每一里都拼一个也可以啊 他就是补助啦 他就是后面 所以我刚刚讲说 那个相关办法 要不要更明确的讲说 他的补助的办法 那就很清楚了 这个设这个警官总顾问 一方面是整合协调这个相关的一些警官事务 另外一方面啊 也是因为他设了以后 我们鼓励他得嘛 因为你有设我就给你补助 是一个鼓励的一个方式 那不然我们请教一下 人事总组或者是这个 法务部呢 法务部这个看法怎么样 来请麻烦用麦克风 那个麦克风传一下 谢谢 好李三是 各位委员 各位先进 大家好 法务部的意见是 依据那个地方制度法62条 因为他那个各 那个 地方政府的组织 他有明确的规定 那假如我们 规定应的话 那就一定要他这样设 既然地方制度法没有 没有这样规定的话 那可怕就跟那个 地方制度法62条 就有违背 好 所以我想这样子啦 我们是不是就 用德 但是呢 那个署长 或者是营建署这边 这个部长 次长这边 我们要不要那个相关办法 要不要改成补助 就更明确了 可不可以讲 不用吗 不用 好不用 好不好 那姚委员这样可以吗 好 因为是涉及到地制法的第62条 好 所以我们就修建通过就是 提供各该政府警官事务 或相关计划 咨询 逗典 好不好 好 谢谢 这不是我爱抬杠 其实刚刚段委员改那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他如果去协调 他或者是说 审议 他就是实质的 在政府部门里面 他扮演一定的角色 那那个就侵犯到地方政府 地方自治的这个这个权责 那刚刚法务部这样提 这样提 因为我们我们已经改说 是提供咨询 提供咨询 那现在我们是在建立这个 各县市的 这个 这个警官的 的推动嘛 要不然我们这部法案是要干嘛 我们一方面是要防止 妨碍警官的 这个未来的建物啦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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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行动 或者是举措 那一方面我们是要 推动 对警官或美学 各方面的认知嘛 那你如果说得 现在就是得啊 那如果是补助 根本不用定这个警官法都 都就可以做啦 本来都可以做啦 那这条条文就是化蛇天主啊 那如果说我们要宣誓说 这部警官法我们上上下下都要去推动 那 你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才是定这个条文的一点点 一点点的作用啊 精神上我是蛮支持的 对不起我回应一下 好 请田委员 我觉得姚委员讲的也有道理 不过就是说 现在这个是 我听起来好像是营建署的一个事办的性质嘛 鼓励的事办的 是一个行政措施嘛 那它入法有它入法的意义 就是它变成是一个国家体制里面的 所以我也不认为说这是个化蛇天主 而是说我们事办成功 成效良好 所以我们把它入法 当然也许我们有一天可以把它改成英 等到地方制度法 它会更更怎么讲 更精进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把它变成英 所以我刚刚也支持姚伟 我觉得变成英也很好 但是我是觉得以现在 刚刚法务部的解释 既然说是跟地制法冲突 我是觉得说 我们就还是先用德比较好了 再征选一下那个人事总处 这个关于这一条文 因或者德 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好麻烦一下那个麦克风 谢谢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除了刚刚法务部所提到的这个 就是我们讲地制法第六十二条之外 那因为事实上因应地制法的规定 我们在内政部当时在96年3月1号 也有特别签到院里面 去通行给我们院里面的所有各机关 也就是说如果作用法里面 我们要订定地方政府 要设定一个特定的组织 或者是像这样子的一个警官总顾问 基本上他一定 虽然他的性质恐怕只是 我们讲就是可能是任务编组 或是只有咨询的性质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名称定的很明确 就一定要叫警官总顾问 那会变成说 是不是有的地方政府 他可以其实用现有的机关 或是现有的组织 就可以来完成这样子的工作 那有没有必要另外设任务编组 但一旦我们定成因的时候 变成他是一定要另外再去筹组这样子的组织 所以我们是想说 如果说鉴于这个法案 最主要名称是提醒各个地方政府说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业务需要 可以做这个这样子的设计的话 我们是觉得用德的部分 可能会是比较符合现行的法制规定 谢谢 早知道不要借你麦克风 好 谢谢啦 那就谣言拜托啦 拜托支持 这样子我们休息五分钟啦 上个学校先 好 我们希望今天有告一个段落 那那个 那个关于海域法 或者国土教法的这些相关同仁 因为今天可能也省不到啦 要不要允许他们先离席回去 好不好 我们先看看能不能 警官法官告一个段落 请他们这个海域法 跟国土教法的部分 先离席好了 免得大家都守在这边 也很辛苦 好 我们五分钟之后继续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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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 Craig Suzuki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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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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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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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哪一个 我请问 可能 所以 感谢观看 問題是因為他要把整個案子標出去 也就是說你的維護招標跟你來設置 你設計 通通都要給你 而且我不要出錢 政府不想出錢 所以廣告也給你 這問題出在這個地方 本來我可以把廣告的這個版面 我可以招標 我可以拆出去 但是我把街道家具的設置 維護 跟廣告的版面的招標 我其實是應該把它拆開 這是比較 政府我覺得是應該要做 也就是說 我給你錢嘛 你得標了 我給你錢 那你來幫我來設置 然後你來幫我維護 可是廣告那是我政府的收益 我有收 我有支出 我有收益 他就不會 我坦白講 現在你台北市的這個街道家具 抬得迷迷迷迷迷 黑寒滿天邊 然後殺成這樣 都是政府規避自己要負的責任 然後我的貪圖方便 所以我整包給你 你這個廣告廠商 你來幫我設計街道家具 然後來給我維護 你還要給我錢 為什麼 因為你有收益 我政府就 我就不要去做這個 我還要就廣告版面去招標什麼 我都不要做 就是你廣告商 你全部都整個台北市的這個街道家具 廣告都是你在做 然後你要幫我設計街道家具 你要幫我維護 那這個政府的責任就在那邊就跑 就他應該其實政府要做的事情 他就整個就包給這個廠商去做 這我們要鼓勵這個方向嗎 我覺得這個條文的設計 我們要不要再好好討論一下 主席 我建議這條保留 為什麼 因為我再重複看這第二十五條 他本來是說我的公有土地 因為他這個是NG那個我們土地法第四章的公有土地 他講的是公有土地 說你本來地方政府 對你所管的公有土地 你要經過地方的民意機關同意 有的甚至還要經過 而且還要同時經過行政的核准 才可以處分 跟設那個超過十年的那個租任 那現在是把這一條拿掉了 就是說萬一他這個給他 就像剛剛那個段委員講的 然後他還要把土地賣給他 然後還要超過二十年 然後我們都管不到 我就覺得這個要不要開這個門 再想一下 會比較安全一點 我們就把第二十條保留了 到時候也請我們正式協商 超越協商的時候 請那個國庫署財政部這邊 也表達一下意見好不好 好 第二十一條 剛才今天早上有一條 那個署長說要委託辦理 第七條那個 是不是那個文字要請你們補一下 看了那個第七條 不需要嗎 還好是不是 那不用 那就第二十一條 請看到第二十一條有沒有意見 這樣子 因為時間快到五點半 我們是不是延長一點點時間 把它處理完好不好 好 二十一條 各位有沒有意見 這行列版本都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通過 第五章的張明 通過 那麼 二十三條 就這個評審 評鑑 這主要是獎勵的部分 營業主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各位也沒有意見 好 那 那個條字 款字喔 到時候 為什麼要法律 你們得 你們就去辦就好了 我們還要跟你們說得 這個是 你們辦評鑑需要法員嗎 對不對 你們這個也評鑑出來的結果 就是辦獎勵 有獎勵啊什麼 你們需要法員嗎 你們沒有法員也是辦評鑑啊 現在有在辦 現在有在辦 你們覺得有比較好還是 有這個條文就可以編預算啊 對啦 站在中央其實寫音 我們是不很對的 我 再請教一下 你們有這個條文 你們編的預算 比較不會被那個刪掉吧 是不是 在內部都被刪掉 這個 有這個法在這裡 剛才那個什麼 國家獎勵是不是也要編預算 不要 好 那就這個部分 改聲音音可不可以 不要音 來 你本來他們就可以辦 你為什麼要再強制他辦 我覺得這種這種強制 他規定要辦這個事情 都沒算到 我們用得了 讓他們有一個法員的依據 但是那個 前面的那個款式 要Double Check一下 好不好 我們最後再Check 那就 第23條 就照這個原條文通過 好 第30條 管理維護基金 那個 財經那位 應該我們都協調過了 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就照這個條文 裡面要補償 你有補償 有啊有啊 這樣會不會還有一些補償 跟相關的一些 因為馬上就涉及到31條 嘛 所以是不是30條 我們通過看31條 它的用途 各位沒見 因為這裡面就涉及到很多的 這些相關的獎勵的部分 好 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就通過 請看到第六章罰則 第25條 第25條 第25條啦 我們看法務部呢 法務部呢 法務部有沒有什麼意見 是不是應該這樣子 就是說 中央有一定的這個標準 但是呢 地方上可以採取得採更嚴格之標準嘛 對不對 是不是應該是叫重 之處罰 用叫重 叫重 這個要寫清楚 因為上次那個污染的那個 沒有這個規定 地方把那個中央的那個 那個污染標準 還把它弄寬鬆了 對啊 好 這個修正一下 28條 但法律或自治條例 另有 叫重處罰 規定者 不在此限 那個條款是要再 double check 我們再請授權意識人員去處理 好 我們這個修正通過 第七條負責 沒有意見你就通過 對不起 第七章負責 張明負責 那麼26條 是本法施行的日期啊 一定要兩年三年 或者以行那邊定職 請教一下我們行政機關的看法 當時是所謂需要一段時間 這主要是說他在運作的過程 對啊 這個要改一下 文字要怎麼改會比較好 公佈後三年內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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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時是有提到一些制度上面 人員制度的一些建立嘛 我們 對 三年可以啦 三年可以 那那個 還有剛才的附帶決議 另外一個部分 那個市長 那個上次部長有特別提到 我們這一次呢 是不處理人嘛 對不對 對 不處理人 但是呢 人的部分呢 是逐步要建立 那是不是可以請 部裡面把這個附帶決議 也說明一下 對 都已經唸過了 大字的條文 我們剛 我們再check一下 大字條文就是我們陳部長說的 就是說景觀巨師 那麼內政部 同意就擔任那個 中央主管機關 那麼相關的設立 等 的那個事宜 由內政部 會商 這個 全序部 還有行政研究會等 行政研究工程會等 定制 來決定制 大概這樣 考試驗的全序部 考試驗全序部 考選部 考選部 考選部跟全序部都有 用什麼 應該考選部 那個是 對啦 就是說 那個文字可不可以 再唸一下好不好 唸一下 我們以後列入這個附帶決議 這是以後的事情 不在這個法的處理的 相關文字我來建議一下 就是說 附帶決議是說 未辦理警官剛要計畫 頓號 警官計畫 頓號 還有警官改善計畫 等警官事務 應成立警官專業制度 請內政部 會商行政院的公共工程委員會 考試院考選部等 相關單位 來設立 這個警官計師 並由內政部 擔任 這個主管機關 大概這樣 我們這樣子 把那個文字等一下整理完 我們是不是先來宣讀一下 這個 好請 這個第五章的章名 諮詢評鑑及基金 那個諮詢已經沒有了 這是第一點 就是評鑑及基金 諮詢沒有了 對 好謝謝 第二齁主席現在人數不足了 是 你不宜宣讀了 好 所以我建議是這樣 就是說請 營建署把這個 我們這個 通過的條文再整個看過一次 文字也做一下處理 看有什麼意見 我是覺得 好 這個你宣讀也是要等下次 這是禮拜三啦 因為我們現在人不夠了 好的 我想這樣子啦 請我們議事人員跟營建署一起 把那個條字 重新整理一次 今天的這個條文 全部再整理一次 附帶決議的部分 全部另外列 還有一個就是 剛才要補充說明的 放在說明欄的 就再放在立法 就說明 好不好 用這種方式 我們在禮拜 星期三 早上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宣讀 這樣可以嗎 對 對 那個禮拜三 我們先讀完了這個 這個景觀法的部分 學商的結論 我們就繼續處理這個海域管理法 處理完了以後 再進入這個國土計畫法 好不好 好 那麼今天我們就 好 謝謝 謝謝 好我們就今天的會議到這邊為止 我們就休息 星期三我們再繼續開會 那麼禮拜三再先讀今天的協商結論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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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